嘉義市区有六千多黨的募建長 嘉台副秀、光臺文教基金會和嘉義市政府三方合作 在183行年都進行光潤家園、核實價位 就由委託人務和五年集合身的意識 高齡學長以募建長為題材進行議題探討 核實將在明年的三位、七位目的自公中心得見 用劇室表現創意、典現核實的性格 嘉義台副秀、石鹹國社日前在學校活動中心 基行、光燃家園、核實進步辦法基室 由嘉義市長文明媚、新租副秀五十六位學生、四行的核實進步 後來今年發生成為嘉義重生魔法師 以嘉義在地募作的古早處作為題材 占對募都嘉義未來發展和中心進行四個改動中心 在明年三位、三位、七位設施一段月期 不看過的目的自公中心得見 典現光燃家園的意象合學是否進步 以牧都為中心 這是嘉義市的特色 尤其加大富小身邊周遭又有我們的阿里山鐵道 又有快逸生活村、又有舊間 而且我們在周遭社區裡面 有這麼好的資源我們來探討 我想這也讓孩子來學習我們的社區 我們自己本身城市的特色之外 又能夠帶進來 我想這是一個任務 但是卻是一個讓孩子快樂學習的 一個非常好的設計 我想我們的從2021開始台灣設計展之後 我們很多都導入設計的思維 那我想設計的思維 也就是在探討問題 然後解決問題 然後提出更多來凸顯 讓我們找到更好更優質 不只是美而已 我們更重要找到人性的好環境的好 那我覺得在這邊我們看到 連我們的教育都有這麼樣精彩的展現 真的是令人感動 所以今年賦予孩子們有這樣的任務性 我覺得明年三月我們來一起聽分享 我相信孩子會有更多更多的感受 這樣的學習雖然是花時間 但是它卻有意義 也藉由這個過程 這個學習過程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目前所遇到的問題 那我們看到我們教育不斷的經濟 家育式的教育力 不斷的提升不斷的經濟 是令人感動 我們再次感謝省校長走在臉的團隊 今年向台府省的團隊告訴他 廣達文教基金會 二度基地進行 和各自在地的目的古早處作為主題 變成這次光潤家園的學習進步 分成事業改多給學生來調整進步 包括收集各國下次經營出發 實在踏查各自的目的古早處 就算收集到的資料來提出進步 最後還要讓學生 以目的意想來創作 每一個進步結束後 孩子都要製作一項作品 最後還要讓孩子所有作品都收集起來 為港義市民學UK 撤外一段過期 不再看過的目的自公中心特點 讓每一位學生是創作者 也是切點人 竟是多南館 要請民眾每年三月份 作為來參加這段 孩子所撤外的目的自公中心特點 感受目的中心的主題 最新新聞 中町村 翁收山 馬義市 彩虹報道 我介紹 我不願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